今天刚刚买了一个Gopro 现在把它给打开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vin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在新西兰如何轻松入手电子产品 还有家用电器 在新西兰我们经常会去 Lolingman,Hafi Loman,JB Hi-Fi或者PB 去买各类型的电子产品或者家用电器 这些这几大的店家 基本上都会出现在各大的商场 或者各大的购物商圈里面 基本上可以说总有一家在你附近 当我看到一个新头号的时候 我会先上去Price Buy 这个网站上面先比一下价 看看哪一家店会有最低的价格 这一点应该很多在新西兰生活的人都会知道 但是如果有些时候我不想一次性把这个 我想购买东西一次性付清的话 我就会留意一下看看哪一家店有比较长的免息分歧的优惠 大部分时候呢 就是说店家都会给如果有Q卡或者就是这个GEM卡的这个持卡者呢 会有一个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左右的免息分歧 但是有些时候呢 他们有特别的优惠就是会有三十六个月四十个月 甚至我见过最高的有五六十个月的免息分歧优惠 而这个时候呢 就是决定我要去哪一家店购物的主要原因了 就像例如昨天我要去买这个GoPro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Low Limit是最便宜的 但是呢JB HiFi呢 就有最长的这个免息分歧优惠这个条款 它有达到四十个月 这个时候我就去到JB HiFi 我就和他说 你们的价格比Low Limit要高 可是呢 我想在你这里购物 你能不能做一个Price Match 这样子大部分时候Sales都会说没问题的 OK的 你只要提供别的店家的那个网站上面的价格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 哦自己的确是比别人贵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直接可以在JB HiFi 用Low Limit的价格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一点呢也适用于你如果你要想去哈维多门 你想去Low Limit购物的时候 也可以就是说拿别的店家去和他们比 让他们做一个最低价 大部分时候都是OK的PB我个人没有试过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一次性投资最少的钱 但是呢又拥有我想要的东西 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呢 你需要在星期内购物就是这种电子产品啊 家用电器啊 这样的话你不妨试试我所说的办法 这样子呢 不但会让你省得更多 还会让你毫无压力的去拥有你想要的新头号 最后呢就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住要订阅点赞还有分享 今天就这样子啊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